想到後來 通通沒有聲音 每一個總統的候選人 講到後來就是這樣子 如果我當選總統 我一定為人民胡 請大家放心 幹那種總統啊 比幹法師啊 辛苦多了 我都欠你啊 要幹嘛幹和尚 這一行 三百六十五行啊 這一行可能就比較輕鬆一點 那個總統不是人幹的 互相攻擊 互相挖艙巴 你想不想到那選總統 那裡面有那個狗仔隊 那狗仔隊就是你十八代的祖宗 祖宗喔 都挖出來嘛 台灣選總統就這樣子 你十八代的祖宗 都挖出來嘛 人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平凡是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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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joy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有智慧喔 當我們有智慧的時候 我們就會 得大自在 得 大解脫 得大自在 得大解脫 記住 佛在世的時候啊 反對弟子啊 用依靠的 意思就是說 平常 自己不用功 你命中的時候 哎呀 師父啊 麻煩你幫我加持一下 麻煩你幫我祝念一下 當然這個是好事啦 記住 自己內心 用功 觀照 出來的力量 比別人幫助的力量 大的千百萬億的力量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靠自己 不能修行是不能靠別人的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的心臟 當一個人 靠氧氣同呼吸的時候 一個人送醫院 送醫院 靠氧氣同呼吸的時候 這個人 就是怎麼樣 接近死亡 修行也是這樣 一天到晚 只想靠別人的 生死解脫 往生疾樂 就沒什麼把握 所以 我們 靈命中 能夠請人家來幫助 念阿彌陀佛 這當然是我們的福報了 可是 你一定知道你在床鋪 安詳的往生嗎 那可不一定 有的人上山 最矮死亡 有的人坐飛機 空難死亡 連屍體都找不到啊 你怎麼安詳往生呢 你怎麼註念呢 對不對 再來 所以我們呢 要往內心裡面 觀照 所以聖能悟道 往內觀照 往心觀照 往心觀照 我們是不是有去掉貪呢 是不是有去掉 憎恨心呢 我們的脾氣有改變了嗎 我們的智慧有沒有增長呢 這個才重要啊 不要一天到晚啊 我死了 麻煩你幫我燒一些往生錢啊 麻煩你幫我燒一些汽車啊 有一個人啊 有一個人啊 台灣很流行的新加坡我不知道啊 有一個人 他阿公啊 死了 他阿公死了 結果就燒了很多 輪船啊 飛機啊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房子啊 我就問他啊 你燒這個什麼 他說飛機啊 我說你阿公會開飛機嗎 他說不會啊 我說那不會你燒給他幹什麼 你怎麼不燒一個飛行員給他呢 他說也對啊 缺少飛行員啊 你說這個飛機有沒有加油 他說沒有啊 那飛機沒有加油怎麼飛呢 你怎麼不燒一個加油站給他 嗯 是不是 你燒這麼多東西 金先生坡不曉得有沒有燒也不曉得了 都是誤導眾生喔 都是誤導眾生 都是認為說我們 我們靈命中的時候 靠少一些錢啊 往生錢啊 這印光大師批評的最厲害 往生錢 印光大師啊 批評的最厲害就是往生錢 那麼有很多的 出家人啊 善巧方便啊 也這樣做 那是善巧方便啊 不能說他不對咯 所以我們現在佛母教的悲哀 就是把善巧方便誤會人究竟 佛陀當時在世的時候 他們沒有紙張啊 他們怎麼燒往生錢 他們也沒有沒有這個 這個其他的這些印刷廠啊 通通沒有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正法 正法是要讓我們得大自在 得大解脫 啊 所以說 什麼是禪 禪是什麼 我們常常講的禪 禪坐是什麼 禪坐不是坐在那個地方 眼睛閉起來 耳朵關起來 禪 禪不是這樣子的 禪 禪是內心無所著相 了解 凡所有相 都是虛妄 都是虛妄 凡是所有相 都不是真的 禪 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開發我們內在的 真正的智慧 禪並不是說 我坐在這個地方 閉上眼睛 關掉耳朵 然後就這個叫做禪 那大家都會啊 那大家都會啊 一坐下來 很快就肚咕了 那個叫做睡慘 有一個人常常講 師父 我每次念佛 我很認真念佛 traps なも��도も なもみづとも なもみども 那妈咪多么,那妈咪多么,那妈咪多么 师父,可是很奇怪 我说一念佛,就睡着了 请问师父,这样我能往生吗? 有没有莲花呢? 我说,可以 虽然念佛,念到睡着了 你还是有莲花,不过你的莲花跟人家不一样 叫做睡莲 所以,有的人如果念佛,念到很浓也睡着了 我就叫他,你去睡一觉起来,再起来拼 再起来拼啊 有的人修行,刚好颠倒 以前有一个居士啊 很用功 很用功 晚上都用功到三四点 用功,拼命的用功,拼命的用功 颠倒 结果白天呢,从早上第一堂课睡觉 第二堂睡觉 都一直睡到下午 我说啊,你这样白天睡的时间啊 比别人晚上睡的时间更长 你不如晚上好好的睡 你不如晚上好好的睡 白天好好的用功 这样才对嘛 该休息的休息 该用功的用功 所以,禅 你记住 你记住 这是变起来的啊 什么就是修行 什么就是禅 要把分别心 要把分别心 执着的心 彻底的放下 叫做舍离了 佛教讲的叫做放下 全部要放下 你的分别 分别心 分别有钱啊 没有钱 因为到头来都是空 今天有钱 也许明天就死掉了 有一天 人家打个电话 给我 今天麻烦费力法师到医院 为我的阿爸加持 我说可以 我去 那结果在家户病房啊 家户病房 他是高雄的旺族啊 新加坡旺族 这家听得懂吗 旺族 旺族 不是这样远远的看 叫做旺族吗 It's very much money and power 有钱 又有钱 有钱 又有钱 有money 又有power 叫做知名度很高的 大家都认识的 结果我去跟他加持 九十几岁 多惨啊 你会想到那个人 他家多少 他家财产多少 你知不知道啊 他家财产是几千亿 台币喔 几千亿喔 但是没办法计算 他家的财产是没办法计算的 可是他一定要面对相同的问题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这个时候钱都不灵光了 这个时候要请法师去啦 结果我去跟他加持 他到这个氧气筒 灌进去的时候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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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办法 钱 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常常常告诉大家 科学家 最后不能解决问题 要找宗教家 企业家 绝对 一直赚钱 不能解决问题 台湾的王永庆是最有钱的 也不能解决问题 到最后 你还是要找宗教家 解决内心生老病死的问题 生从何里来 生从哪里来 死往哪里去 我们怎么过日子才会快乐 不是钱 记住 钱跟快乐 不能画等号 金钱 不等于快乐 金钱不等于快乐 等于 化掉 但是智慧 等于快乐 大家就是嘛 有智慧的人 虽然很贫穷 尤其是我们佛教 我们心中有佛法 开大智慧 虽然很贫穷 虽然没有什么钱 但是 是我们佛教徒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佛地址